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593集 是万界魔术 秦晨将万界魔术的力量透过自己的圣源之力 将天山福主瞬间给禁过住 如果说以前的时候 万界魔术的力量还根本无法笼罩住一尊圣主强者 那么经过了培养的万界魔术 已经是强大到足以给天山福主等圣主强者带来伤害 这是什么鬼东西 秦晨 你小子 天山福主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完全束缚住 根本动弹不得 身体中的生命之力在疯狂地流逝着 秦晨冰冷的声音传递过来 天山福主 别反抗了 你今天死定了 所有生命精华全部被我射去 成为本少突破能源之一 我要炼化你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对我陈底阁下手 那黑色的神山是天山福主毕生的力量所化 凝聚而成 被秦晨祭出的大手抓在手中动弹不得 虽然天山福主是义辅之主 圣主强者 但是被秦晨无数剑气之下斩破了肉身 并且灵魂也被秦晨的神秘袖剑所伤 天魂禁术所禁锢 再加上现在被万界魔术困住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哇 这是魔族的力量 你竟然真的和魔族有关 天山福主怒吼连连 他感受到了万界魔术中的魔族之力 心中惊怒大吼 但是没用 他的身体被秦晨一点点的吸收 进入乾坤造化雨碟中 并且天山福主还在反抗 那可怕的冲击力量 差点将重新从秦晨的手中挣脱 如果不是有万界魔术协助 秦晨还未必能真的将天山福主完全困住 这是一尊圣主强者 义辅之主纵横问寒天存在 这样的高手非同小可 好家伙 如此恐怖的力量 我根本无法轻易烈化 没有个数十年的时间 根本休想 就算是在时间加速之下 也要耗费不少的精力 秦晨暗暗则舌心惊 尽管他突破到了半部圣主巅峰的境界 但是感知到天山福主力量之后 就发现急切之间 圣主福主就是圣主福主 体内的力量比什么半部圣主强大太多了 这是百倍千倍的提升 如果是自己没有到达半部圣主巅峰的时候 强行要进行吞噬一尊圣主 那绝对是反而会重伤到自己 现在好一些 虽然可以练化 但起码需要数十个天界年的功夫 不过 秦晨拥有时间加速 自然是不怕 数个天界年 时间加速之下 那就顶多是一年时间而已 更何况 秦晨还有万界魔术补天之术辅助 可以更快 甚至 秦晨也不是一个人练化的 砰的一声 整个过程说起来漫长 实际上 在瞬息之间 天山福主 就被秦晨探出的大手抓舍住 然后连通万界魔术 拉扯进了乾坤造化御谍中 这是小世界圣报 你的身上竟然拥有一座小世界 你这是准备困住本座 将本座炼化 不 本座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主 给我杀出去 天山福主进入乾坤造化御谍中之后 居然还不罢休 要冲杀出乾坤造化御谍 整个乾坤造化御谍之中 到处是轰轰的轰鸣 有一种要爆开的趋势 幸亏如今的乾坤造化御谍 威力无穷 还有紫霄兜律宫阵压 不是一般的力量能够摧毁的 否则的话 还真未必能困住一尊圣主 妖明 涂魔语 苏全凌渊 慕容冰渊 你们还等什么 还不速速动手 乾坤造化御谍中 一道道身影骤然出现 正是妖无名等顶级高手 在秦魔的带领下 瞬间来到了疯狂要冲出去的天山福主身边 开始封印天山福主所有的圣主法则 生命净化 并且无数的万界魔术处须也包裹而来 化作了藤条 穿透了天山福主的肉身 你们 天山福主看着突然出现的药无名等人 一个个惊呆住 他看到了什么呀 几尊半部圣主巅峰的人族天骄 还有魔族的天骄 这秦臣的小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高手 他简直要疯了 药无名等人可不是一般的半部圣主 那是整个天界最顶级的天骄 虽然只是半部圣主巅峰修为 但是面对一般的圣主高手也敢交手一番 现在天山福主重伤之下 立刻就被他们狠狠地镇压 轰一声 天山福主发出了痛苦的咆哮 怎么都肯屈服 就在这时 突然又是一股浩荡的神威将领 就看到一座古朴的宫殿落下 是紫霄兜律宫 镇压住了天山福主头顶 帮助秦臣炼化 诸多天骄联手炼化一尊 初期巅峰圣主 天山福主立刻就不能够抵抗 发出了一声绝望的惨叫 所有意志都被瞬间抹杀 庞大的记忆进入到了秦臣的身体中 所有一些种种关于山岳的操纵 都凝聚起了起源之书中 起源之书中 一篇天山的文明居然然然淡射 而那天山福主所化的巍峨山影 则是直接融入到了乾坤造化语谍中 形成了无数的巍峨山气 庞大的圣主法则如同巨龙一般横冲直撞 精纯的生命精气也是如狼烟一般滚滚冲天 无论是秦臣 药无名 还是涂抹鱼等人 身上的圣主之气都在迅速的提升着 这简直就像吃了大补药一般 瞬息之间 秦臣身上的圣主之道气息就更加的凝实 浑厚如同汪洋一般 果然是要来天界 只有在天界中才能足够我突破的资源 秦臣心中欣喜 在天舞大陆 哪有如此大补的圣主高手供他吸收吞食 这真的是 一尊圣主跌倒 秦臣他们吃饱了 秦臣小子 你现在威力最大的是天火尊者的紫霄兜律宫 不过这紫霄兜律宫你还无法炼化 此乃尊者宝气 你炼化需要的力量无比之巨大 而且呢 任何一次催动都需要消耗无穷的圣源 不过现在啊 这天山浮主的力量正好可以利用 只要是将这天山浮主的法则之力 打入到紫霄兜律宫之中 你就能借助更多的紫霄兜律宫的力量 让你的战力更强 大黑猫并没有动手 只是在乾坤造化玉碟中观看整个战斗 战斗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了 下一刻 大黑猫懂 嗡的一下 他口中竟然是吐出了一个青铜铃铛 这铃铛古朴 一出现 秦臣的乾坤造化玉碟就隐约的有些震动 仿佛承受不了这青铜铃铛的力量 这是大黑猫从天界试连之地 那黑暗势力的高手 墓穴中得到的青铜铃铛 秦臣瞬间就认出了铃铛的来历 有些震惊地看着大黑猫催动铃铛 将天山腹主的力量打入到了紫霄兜律宫之中 轰隆一声 天山腹主的肉身炸裂开来 无数的生命精华被万界魔术所吸收 当然也被一些涂抹鱼 这个死魔族高手吸收进了体内 而剩下的生命精华 其中一部分被大黑猫的青铜铃铛给吸收了 剩下的部分全部轰入到了紫霄兜律宫里面 我就知道这大黑猫武力不起扫 秦臣感受着青铜铃铛吸收的生命精气和圣主力量 暗暗的有些心惊 倒也没有什么介意 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了 当天山腹主的庞大力量打入到紫霄兜律宫的时候 整座宫殿立刻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整座宫殿一股股灰色的气息弥漫出来 转化成了赤红色 十足真金一般的威恶雄装 镇压万古天界 秦臣全力运转补天之术 就感觉到自己的紫霄兜律宫联系更加紧密 并且他开始与紫霄兜律宫通过圣主法则取得真正的联系 秦臣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名误 想要真正的催动紫霄兜律宫 那就必须突破圣主境界 否则他永远都无法真正的将紫霄兜律宫给催动起来 嗡的一声 秦臣的身上一种可怕的气息弥漫了出来 本来秦臣的修为想要提升哪怕那么任何一丝都无比的困难 但是现在秦臣真正的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 开始得到了提升 一切都是得益于炼化天山扶主 轰隆一声 而秦臣在击杀天山扶主之后 这里的一切也终于是被天空中的其他高手给感知到了 所有人都看到一尊黑色的人影从虚空之中杀出 简直是如同神来一笔 恢复神功 瞬息之间 就将堂堂天山扶主给重伤斩杀 然后吞噬 整个过程之快 让人几乎是来不及反应 等到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一尊浑身散发出灵力气息的青年 奥立在了虚空 他看起来十分的年轻 身上的气息只是半部圣主颠覆 甚至连圣主境界都没达到 但是给人的感觉 却如同是一尊天神一般 散发出了让在场绝大多数人都心计的气息 你 登登登 那原本围攻周五圣等人的半部圣主强者们 一个个惊恐万分 连连后退 转身就要逃离这里 但是秦晨一抬手 这些人就纷纷地炸离开 化为了精纯的半部圣主之力 被秦晨一下子吸收 融入到了乾坤造化雨碟之中 秦晨现在是大魏王 根本不嫌力量少 接下来发展陈地阁 秦晨需要培养出来大量的高手 因此对于这些高手们 秦晨是多多益善 秦晨 周五圣激动地说道 澳清灵 秦婷婷 利丸雪 若蕊几个人 也是激动到了更衣 秦晨 傲劣 商古空 古药大师 天行真人等人 更是激动得身躯颤抖 周师兄 这次多谢你了 秦晨微笑说了 他转过了头 看向了广寒公主 以及天际上的人王圣主等高手 目光渐渐地冰冷起来 周师兄 这里就交给你了 你先带着陈地阁的人 回天工作 对了 部长大人呢 部长大人因为你的事情 紧急去了一趟天工作总部 现在应该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周五圣急忙行李 难怪 秦晨之前还好奇 为什么部长大人没出手 原来是不在广寒府 这样就难怪了 虽然天工作不能插手各地的事务 但是秦晨能感知到 部长大人和广寒府主 关系非同一般 如果广寒府主有难 部长大人 是怎么也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秦晨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回天工作啊 人王圣主他们找的人是你 你现在最为危险 但是只要是跟我们回到天工作 想来 那人王圣主也不敢对你动手的 周五圣 看到了秦晨 似乎想要加入战团急忙地交集问道 虽然秦晨之前似乎是强势 斩杀了天山府主 但是 如今天气之上 可是有人王圣主 神赵教主 血阳府主 玉明府主 以及人王府 麾下三大圣主高手 再加上飞鸿圣主 一同足足八尊圣主 而广汉府这边 只有广汉公主一人 就算是算上科义圣主 也只有两个 秦晨这样上去 不是找死啊 而且 秦晨之前出手能够成功 有一个极大的原因 是因为秦晨偷袭出手 如今几大圣主都有了防备 秦晨还能行吗 不用 秦晨淡淡道了一句 目光无比的坚决 明哲保身 那可不是秦晨的格线 更何况 秦晨很清楚 他之前展示出了 那么可怕的实力 早就已经被 人王府主他们死死盯上 就算是他 躲入到天宫座 人王府主他们 也不会善罢甘休 在巨大的诱惑之下 拼死也会对他动手 甚至攻入天宫座 给周武圣他们 带来威胁 搜地上 秦晨冲天 一步步走向了战团 如同一尊魔神一般 身上可怕的圣主之道力量 在疯狂地涌动 此时此刻 整个战场上 全都一片暗静 各处的战斗 都停止了 除了人王府主他们 还死死困着 广汉公主之外 其他地方的战斗 都停下来 正正地 看着那一步步 走上天际 浑身发光的少女 秦晨 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天地间回荡着 深深映入了众人的心中 广汉公主 魏思青 浑身鲜血 狼狈不堪 她的发丝散乱 体内的本源 甚至都受了伤了 她目光寒雷地 看向了天空 看向那个浑身发光 如同是天神一般的身影 鼻子猛地一算 这个王八蛋 终于回来了 魏思青在心中哽咽了 拳头紧钻 又是紧张 又是担心 秦晨 时时刻刻 每个人的心中 都回荡着这个名字 都看着天空中 那个耀眼的少年 这个在这一段时间 传遍整个天界的 绝世少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